近日,部分洛杉磯地區的居民透過社交媒體X反映自來水出現類似泥土的異味 洛杉磯水電局對此回應稱已經注意到居民反映的水質問題 再部檢測顯示,該現象是一種自然季節性的組類現象,不會對公共健康造成威脅 水電局表示,他們正在調整操作和處理方式,希望儘快解決此問題 此外,為了謹慎起見,水電局增加了水釀的採集和檢測 水電局強調,儘管水一邊有異味,但自來水仍然安全可飲用,並不會影響水的安全性 Tinawa記者編輯報導